那我们可以看到日前大家关注我侯涵两个人的互动 那么侯友宜呢也来向韩国质致歉 好说呢在上次的部分上这选举 没有呢能够来史上的觉得是有点抱歉 好惊拍子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现录界的惊爆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道歉的内幕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哦他就说 当时呢大家在这个关注两个人的互动 那么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场的 这个层门当中他说他站在韩国质的右边两公尺 这个椅子呢是他移开的 我们带你来回顾在7月1号黄复兴的这一场画面 你可以看到当时现录界看到韩国质要回到座位 那么根据现录界他的说法是说 他觉得韩国质移动需要空间 因此他就把这个椅子给拉开 那么后来侯友宜把椅子给乔正 好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侯友宜 到底有没有移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么很多的网友很多的名嘴都是以当天的画面 好看了这样的画面认为说 韩国质把椅子往赵少康的方向来移 好是为了要这个疏远坐在另一边的侯友宜 后来呢侯友宜趁着韩国质上台 再把这个椅子又给移正了一些 而现在现录界就出来说了 好是他把椅子拉开的 那么侯友宜把椅子给再把它给乔正 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边这个画面 当时看到呢这个椅子确实有动 那到底是谁动的呢 好侯友宜有没有移 那么他就说了现在他说 这个椅子他移开的 因为起身之后要有一些空间 所以呢他就把它拉开 那侯友宜瞧正 好所以呢就这样子 他可以说呢 在黄复兴这场侯友宜确实跟他说 有跟他有跟谁 有跟韩国质讲了一个道歉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韩国质也就说了 他约了韩国质前市长至少三次 因为临时有事 所以没有办法见到面 好上一次呢就跟韩国质道歉了 这段时间约了三次想要见面 但是没有成功 好曾经担任韩国质的发言人王浅秋 昨天也受访 他就认为说不要再过度消费了 好他说这样的说法呢 跟他的认知有一点出入 也许因为时间不能配合 所以取消 他说呢但是绝对不是说 是韩国质要去抗拒 那么也问问如果韩粉归队 是不是能够明明话后的一个传闻 他说这不是任何单一个人 可以去决定的事情 求在侯友宜的身上 那么他势必也会努力 好你可以看到呢 赵少康董事长也说了 在黄复兴党部的参会上 其实侯友宜已经私底下 就来跟韩国质说抱歉 那韩国质当场也说了没事 同时呢现在神父雄沈大佬 说国民党很危险恐怕赢不了 那么如果国民党换了侯 那到底可以换谁呢 好现在要换韩吗 那喜欢韩国质的人是非常的忠诚 但是韩粉脑筋是清楚的 他也晓得一旦出来的话 就会重复以前的那一些悲剧了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那么侯友宜呢 其实是在这个9号出席 土城宜兰同乡会的时候 向韩国质前市长来道歉 坦白说因为四年前的帮忙不够了 那现在说好约了三次约不成 好内幕曝光了 4月16号安排见面 那么韩国有行程赶不及 变成晚上直接来到罗民财的会场 所以第一次好错过了 第二次在云林 韩国质说要请吃饭 好请侯友吃饭 谢永记说在台北的餐厅我请 你们两个都应该不会不好意思 第三次约在云林 那么尊重现场安排 但是韩国质正好另有行程 所以三次确实都没有成功 不过针对这个道歉的部分呢 韩国质现在也用了爱与包容来回应 我们带来看 我个人我就会觉得总是比较奇怪 就是好像拉在一起顺便讲之外 而且重点好像不在于说 是他害了这两个人落选 我们都知道林津杰落选 当然是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候选人 是郭董源支持的人 把他给拉下来了 那韩国质有各种因素 但他应该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是精准真的很重要 但是要要求他精准好像有点难吗 那精准的意思也许是说 他当时不管在很多议题的支持 或者是在相关的场合的 可以给予的资源 也许没有那么多 大概是这种意思啦 那但是比方说他讲说 电视上讲很多都是谣言 大家不用听 什么电视上 那我们就只有中天不在电视上 网路上可以 所以我们这里绝对没有谣言 对电视上都是谣言 那不在电视 网路上的我们就不是谣言 是这样吗 那类似这样的说法 大家觉得说 突然又冒出来一个道歉 然后又本来事情风波 也算到一段落了 突然就又冒出来 然后又变成一波导论 又何苦呢 那当然也有很多想法是说 因为最近正立文一直喊出了 换猴甚至换寒这种言论 所以以至于让这个侯友宜市长 必须要做出这个言论 但市长本人当然觉得没有问题 就是爱与暴容都接受 那至于支持者们 韩粉们 可能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不过这段话的确是当时 我也转述给媒体的一个看法 那也的确是他自己本人的意见跟回应 他一直告诉我说 反正大家正面看待 不要想那么多 好好的一起加油下去 让政党轮替可以实现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侯友宜为了要来拼2024总统的 胜选积极的整合这些支持者 那么时事评论郭正亮亮和分析 主要还是以韩粉为主 依照国民党底气 只要侯友宜带起自己的气势呢 所有的西半盘都会归位 不过他也谈到了侯友宜的个性 说他卫生老师难吸引支持者 归队的主因 我觉得主要还是韩粉 那个很明显在网路上看到的现象 还有那个票的 我们的选民选民的数量 韩真的是遥遥遥领先 那不管是跑去支持郭台铭 或者跑去支持柯文哲 大概都是韩粉 大概都是 因为 因为昨天那个柯文哲第一场见面会嘛 对不对 对 结果他柯文哲频道跟 这个董事长开讲两个频道同时直播 对 加起来五万人 加起来五万人 相当可怕 所以我觉得 主要是你的气有带上来 有一些票 尤其是国民党 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传统的 长期的政党的历史嘛 所以只要你的气势有上去 我觉得很多票都会归队啦 比如说 就其实除非是 有一些个别的比较那个 就是长期对侯友宇跟韩国瑜关系 一直在关注的 除了这些少数之外 不然其他人其实不会这么这么 拾诸计较 我说实在话 所以韩国 那个侯友宇昨天那个动作 虽然还是有点 好像随带了 我的感觉啦 因为那个场 就是他熟悉的场 那是零经节的场 就是他的嫡系 子弟兵的场 所以他就比较自在 然后黄富星他不熟嘛 其实看出这个人的个性 就会让他看出这个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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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